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City Talk 我是汤绍成 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今天呢我想说来跟各位谈一谈 这个美中台的这些问题 当然呢我们也不会忘掉 我们现在台湾内部的这些情况 因为这个美中台啊跟台湾内部啊 这些其实是有一个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 那所以说这个美中台呢 他们的这三个比较大的 这个大三角 要对这个红蓝绿的这个小三角 它会产生一种这个制约的作用 那反过来说呢这个红蓝绿的这个小三角 同时也会影响到这个美中台啊 这个大三角的这个关系 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位来宾啊 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所以说我们啊希望大家啊能够有所期待啊 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就是最近啊 这个因为秦刚啊好像是确诊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印尼的这个 所谓的东协外长会议呢 是由中央外事办 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叫做王毅 也就是前一任的啊这个中共的外长 由他来代替啊 那他来代替当然又跟这个王毅 又跟这个布林肯啊 又举行了会谈 那这次会谈呢 是继六月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前啊 这个啊布林肯到了北京啊 然后好来 这个我们这个贵军已经来了 你要把那个憋上去啊 好好好 来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位贵宾呢 他叫做游士兵你看 这个名字都写出来了 非常清楚的啊 他是中央青年发展联合会的复理事长 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好 汤老师啊我是汤老师的学生 也是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的复理事长 目前下大已经读了四年了 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 正在努力的写论文当中 目前也正在参选我们中立区 桃团中立的立法委员 谢谢大家 好的好 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在东协也就是在印尼啊 这个所举办的这个东协外长会议 那东协外长会议呢当中呢 这个布林肯啊跟王毅呢 他们又举行了会谈啊 那举行了会谈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因为王毅差不多一个月前啊 六月大概六月十九号的时候啊 他才访问了北京啊 因为他访问了北京之后 才会有叶伦上个礼拜啊 到北京的访问啊 等于说布林肯呢 他把这个路子啊 哎把它铺好了 然后让叶伦 然后后来呢 还有可能这个气候大使 这个Kerry 还有这个商务部长 这个Raymondo啊 啊等等等等这些 美国的这些高官啊 可能都陆续要到北京来访问啊 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 王毅跟布林肯的这个会议物呢 可以说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因为这里头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 他的这个国务院啊 他还发出发布了一个正式的这个宣告啊 那这个宣告呢 他讲明了 说布林肯要跟王毅在印尼会见啊 这个以前呢 他们有些时候呢 这根本就什么事都不讲 公告都没有 可是这一次呢 他特别还把它写出来了啊 也结束做了一个公告啊 那就表示说这个美方啊 确实他比较开放 而且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 正面的态度 那美方他有意要缓解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那当然这个主要还有好几个目的啊 我想说你看看你这个志兵 你要不要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美国人最近啊 好像这个对中国大陆呢 这个非常的友善 而且还某些情况下还非常的低调啊 像比如说像这个叶伦啊 叶伦去到从下飞机到北京的时候 一直每次碰到中共的官员啊 哇 他说三曲功 哈哈哈 比较礼貌很礼貌 那这个让人家感觉好像这个非常舒适啊 非常舒畅 让人家说这个美方的这些官员啊 哎其实他不小啊 因为这个布林肯 他是接班的第四名 对 第四寸位 第四寸位 而这个叶伦呢 他是第五个 哦哦哦哦 他就在这个布林肯的后面 是是 那Romando的话就排到第十个去了 那比较比较后面了 那所以说这个叶伦呢 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管钱的嘛 对 因为他是这个财政部长 所以他管钱的 那管钱呢 当然就是说他要去找钱 比如说你要去收税嘛 对不对 哎可是你找钱找钱 怎么找到北京去了 哈哈这个东西说 这里头当然就有一些这个情况啊 那因为他找钱找来了以后呢 就给政府就是放钱啊 一方面找一方面放啊 美在的压力 主要的主要的他的这个工作 好来 你看看 你觉得他这个总的讲起来啊 为什么美国呢 他好像蛮急的 对他们这些高官啊到大陆来访问啊 他们都非常积极啊非常积极 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原因 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 从我的观察 因为我在 我在读这个夏大的经济学 那对中美的对抗 其实我也做了一些 虽然没有深入 但也做了一些研读 尤其最近那个叶伦讲了一句话 那个香港的凤凰卫视 还特别在那个微博说 叶伦说我们美中之间啊 大陆跟中美之间是有一些这个 差异在 但是呢 我觉得叶伦跟柯文哲讲的话 有点差不多 柯文哲说不要对抗整个大陆 那叶伦在大陆的访问 还特别提到说 他们虽然美中之间有一些歧见 但是 美国跟大陆不是要完全的对抗 而且跟他以前的表现可能还更柔和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从政治到今天 因为说实在的 中美在对抗里面呢 大概2011年左右啊 有一个美国人出一本书 叫大国的悲剧 那大国的悲剧讲的就是说 所有的霸权 他都是不希望别人变成霸权 只要你变成霸权 我就先踩死你 我自己要维持那个霸权的定位 就是老大 老大 但是因为随着整个中共的结起 那时间显然没有站在美国这边 时间可能是站在中国这边 而且我们有很多海归的人啊 包括我们一些台湾人 他回到这个台湾 或者回到大陆来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还跟我说 他说美国 这个等一下老师的看法 他说美国基本上 中产阶级以上 已经可以接受 美国势必要被大陆 被中国大陆给超越 但是只是说心理上 还不能够很接受 那前面的一些中美对抗 比如说他提高关税啊 进大陆很多的产品 这个其实造成美国 国内更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进大陆的产品 然后他国内的这个 产品的费用就提升了 你提高关税以后 你反而是增加他国内人民的生活成本 那美国本来他就是一个贫富差异对抗的社会 这个会引起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啊 没错 所以可见就是说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 从美国内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有相当的需求 你比如说因为这个叶伦 叶伦是管钱的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债务的这个问题呢 非常严重啊 他现在这个债务 虽然是债务上限暂时解决了 他只是不是说解决 他只是把他延起 延到2025年了 而他最近呢 就是又推出了国债将近一兆一千亿 你想想看 这么多的国债你要怎么办 那所以说呢 他是一定要借助外力 那所以他跑到国外去啊 对不对 因为你国内的这种状况 他好像没有办法说完全来 面对这么高的这个债务 那所以说呢 他跑到国外去 国外当然第一个就是跑到北京嘛 那你说你说欧洲人 他怎么买他的国债呢 你说日本人韩国人 当然了 日本也是有一些了 可是呢 他总是已经到了他这个极限到顶了 那老师你觉得 中国大陆还愿意再买他的美债 中国大陆是这样子啊 他的这个状况是说啊 你要我直接买啊 那我要有条件啊 要谈判要谈判要谈判 可是中方呢 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做法 什么做法呢 他就说 你比如说这个巴西啊 嗯 巴西上次这个总统不是卢拉 到了北京嘛 对不对 他们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就说这个巴西啊 他也是有非常高额的 美债 是 他跟美国借了很多钱 嗯 那中国就跟他讲啊 就说啊 你的这个美债啊 我帮你还一部分 嗯 等于说我就贷款给你了 对 对不对 我贷款给你 然后你去还这个美债 同时呢 你的原物料 就是巴西本身的原物料 很多的矿产 对 那中国中方是需要 是 那我用人民币来跟你买 哦 有点尼玛换太子哦 也不是换太子 只是说一个价接 价接 价接 就说我一方面帮你还掉了你的部分的美债 是 另外一方面呢 我用这个人民币呢 来买你的原物料 嗯 好了 好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买你原物料以后你就有 人民币了 对 到时候你用人民币 来还我的美债 哦 那是不是 那这样子还有一个钱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他的条件 他说 未来 我们两边啊 做生意 用人民币 就用人民币 那这样就让人民币 对不对 那人民币就嫁接了嘛 对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 对 比重 会越来越大 那其实这也是中国大陆崛起的另外一个表征 那美国乐意吗 美国当然不乐意啊 那可是呢 这些国家想说我先帮你还美债 你这个不得了的事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要付很多的利息啊 对 进一步要退两步了 当然啊 那当然就是这样吧 就我们这样变成两立 而且变成 这个同时又可以解除美国的问题 对 因为中方还有一个忧虑是什么 因为他看到这个美方啊 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啊 他把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债了 全部 就是俄罗斯都在国外的 这些资产啊 就把它冻结起来了 嗯 好了 那这个东西万一将来美中之间 有些什么状况的话 是 那你会不会美国如法炮制啊 那可是我现在是走巴西啦 我走其他国家的 分散风险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去扣啊 你扣个巴西再看看 巴西没得罪你啊 是 对不对 那巴西是跟我中国借钱啊 对不对 我借给他 那我借给他等于说转了一手 嗯 对不对 转了一手我帮你去还 对 对不对 我帮你去还 那到时候我就看你美方的表现了 是 你表现的好我多借一点 你表现不好我少借一点 少借一点 那对不对 那咱们来谈嘛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要直接的啊 第一个 这个叶伦也讲了很清楚了 他说哎 你要 停止 减持美债 第一个 就是说你不要去把美债都卖掉 是 第二个 当然希望你能够增加 增持美债 嗯 啊 就是你不要减还要增一点 是 那中方的想 那咱们来谈嘛 那现在这个东西可能还 比较遥远 可是呢 如果说我走旁边我刚所说的那种方法 迂回的 哎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不但对巴西有利 同时对我人民币也同样有利 国际化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很好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 那可以给美方一些 这个暗示啊 说咱们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 中方最重视的就是你的这个 3000亿的这个 这个这个高额的这个关税 嗯 3000亿美金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 是 还有301的条款啊 你要不要来 有些什么样的调审 做一些弹性 对 如果说你在这一方面 你有你可以 有一些善意的回应的话 那我就叫这些 兄弟 小弟 小兄弟啊 来来来来 你们就多还一点 多还一点美赛 对不对 那反正这些美赛 那都是老大哥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还可以 还不错的啊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 美方 还有巴西 同时还有中国 对 三方受益 一石三鸟 哎这个不是蛮好的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啊 就是这个叶伦去嘛 对 叶伦去 叶伦去了以后呢 当然这个因为他表现特别好 哈哈哈 对不对 女性 助理外交有这个 三鞠躬啊 不过他回去被骂了 哈哈哈 已经被骂了 回去被骂了 都说你太软弱了啊 可是呢他 原本在美国的时候 他就 反对要跟中国脱钩 所以说跟这个拜登啊 这个政策啊 他当然 他还是算是比较 鸽派的 那当然有些人 像譬如说这个商务部长 这个 他就是比较这个 鹰派的啊 那所以说这两边啊 哎 情况啊 可以说 稍微调节一下的话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能不能这么理解 好的结果了 就是说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啊 美方是比较硬碰硬的 那从经济的角度呢 经济应该算是 美国的软热啦 从经济的角度 因为他一手硬 一手 一手这个软 那软硬之间 他一定要取得一个协调 而且说实在 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也不是无下阿谋 也不是听你这个 死患的小弟啊 他们也有 中国大陆 也有他自己的外交的主軸 也有他军纪的主軸 那我过去 上过这个林中斌的课 还曾经提到说 其实中国的这种政治的智慧 因为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啊 古老的王国 他有这种政治的智慧 说白宫很多人 还在学习那个孙子兵法 所以是不是这一次 这个拜伦跟布林肯 叶伦 叶伦跟布林肯 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的 其实应用孙子兵法 一些这个以柔克刚 或以刚克柔 当然有可能啊 对不对 当然有可能 叶伦大家都认识他 因为他已经当了很久了嘛 因为以前他们也 他也当过那个联准会的那个 那个主席嘛 等等等等 就是对这个人 其实这个外界呢 熟悉度是高的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而且呢 他一直反对脱钩 那所以说呢 中方这次对他呢 相对的比较理喻 对 理喻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 你见到了这个李强 总理李强 对 还有这个何立峰 何立峰是副总理 他是管这个 财经这块的啊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很多的 相关的部长啦 怎么的 还有以前的刘鹤 刘鹤已经退休了 刘鹤跟他交过手啊 那所以说把他又请出来了 又也都见到了一遍 也就是说 整个过程当中啊 其实 氛围还不错 可是呢 有没有什么实质的这种进展 那我们还得要观察啊 意思就是说 原本这个管道啊 根本都还不健全 都断掉了啊 那现在呢 最起码这个管道 哎 就把它回复起来了 先接起来了 先接起来了 然后呢 哎你这个氛围呢 又好像搞得不错啊 因为你这个笑脸嘛 对不对啊 我们笑脸淫人 那所以说呢 这样往后啊 那很多事啊 就比较好办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还再回到这个老问题啊 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齐啊 嗯 这里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还有一个其他的状况 就是我们大概 我们大概先梳理一下啊 就第一个 就是原本呢 在去年在 印尼巴厘岛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拜登 不是见面了吗 对 他们见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要建立管道 嗯 对不对 结果建立管道 哎正准备说 这个林肯 那时候他们都讲了 尤其是拜登讲 布林肯要去啊 要去北京啊 啊 那正准备要去的时候 哎搞了一个气球事件 他就停了 结果气球事件是二月啊 然后呢 到了五月 那就差不多了 等于说这个事件啊 已经大致告一个段落了 对 那布林肯就一直说 吵着要去 吵着要去北京啊 是 那结果北京后来也都同意了 只是说 他接待的啊 这个规格啊 比较冷淡 你看啊 他一个人下飞机也没有人去接他 就他们驻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去接他了 是啊 剩下中国中方这边好像没什么官员去接他 中国对大陆好像 中国大陆这种接待啊 他们很注重的 很讲究很讲究的 政治的氛围 哎对对对 可能是把前面一些气氛不大好啊 其实这个国际 他立刻反映出来了 对国际外交某种程度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也需要一点这个气氛 稍微这个前面太剑拔弩张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确实啊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大力的赞扬一下 女性的力量 嗯 他是蛮可爱 对 老奶奶 就像李秀莲说的 李秀莲说这个 女性啊 如果全世界领导者都是女性的话 可能战争就 社会就 这个世界就可能和平一点 就不会那么多 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人啊 他曾经在推广说 以后如果台湾要去跟大陆谈判了 他们要求 谈判的人员要超过一半是女性 但是这一半的女性 可能要不先排除赛英文才可以 哈哈哈 对对对 没错 好那就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那个Blinken去了 那Blinken去呢 你说 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你说有嘛 也有那么一点 你说没有嘛 其实也就根本就没什么 这个根本的大的结果 有那么一点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以前的 这个断掉的这些交流管道啊 他就把他接回来了 接起来 接回来了 那这个氛围呢 当然没有现在这个 这个叶伦那么好 可是呢也都还差强人意吧 对不对 就平平淡淡啊 就把他这个接回来 那因为你Blinken去了 那所以说才会有拜伦 这个叶伦 第二步 第二步 他的访问啊 那后续还有一堆人嘛 那所以说 这个Blinken 他可以说是一个破冰之旅 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呢 北京那都认为说 哎你这既然要来 而且呢 这个事情呢也都拖了一段时间了嘛 从二月到五月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OK啦 那就让他来啊 让他来 当然啦 那这个 谈到台湾问题呢 这个还是双方这个坚持不下 可是最起码 这个Blinken他讲了 他说啊 反对台湾独立 啊 还有这个 他这个一些这个场面话 只知道这句话是让大陆稍微 把不爽的心情收敛了一下 稍微可以这个宽心一点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当然现在这个啊 因为叶伦 叶伦去了之后 那这个整个的情况呢 确实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比较正面的发展啊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如果说 美中之间啊 这个一直僵持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对中国对美国都不好 对 为什么呢 尤其对美国啊 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个欧洲的问题 是 为什么欧洲的问题 我要在这边讲 就是说 因为 现在如果说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 停摆了 可是 我们看到了中欧之间啊 哎呀 非常热络啊 嗯 几乎所有的 大国小国领导人 全部都跑到北京去了 最早的一个就是这个 舒尔茲 他是在二十大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这个还是去年的事啊 对 二十大过了一年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哎他就去了 啊他打第一枪啊 因为这个习近平 这二十大嘛 对不对 刚刚刚开完啊 他就去了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巴厘岛 就是我们刚讲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那个场合 对啊 那个场合也有一堆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啊 也都去了 然后呢就是APEC APEC大概是那个 这个巴厘岛的那个G20完了以后 就到了曼谷那边看APEC 就是这两次的这个会议呢 那习近平等于说 他有一个所谓的主场外交 为什么叫主场外交呢 是说 习近平他都只待在他的旅馆里 是 其他的人呢 都跑来见他 哦 他并没有去跑到人家的旅馆去见 见这些另外的领导人 展现这个大国的气势 这就是所谓的主场外交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比较想要跟我见面 那我并不见得那么想要跟你见面 啊对不对 看谁比较需要谁 谁比较有需求啊 那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场外交 而这里头呢 当然除了拜登 因为他第一个就跟拜登见面嘛 嗯对不对 那跟拜登见面完了以后呢 他跟了一堆的啊 这些欧洲国家 那当然还有些亚非拉的啊 国家都见了面了啊 这些领导人都见了面了 那所以说呢 那如果中美之间啊 这个管道啊 如果说一直都 不能很畅通的话 那欧洲的角色就 比较重要了 因为中欧之间的这种 关联性啊 这种关联性啊 这种关联性啊 就凸显出来了 好了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 如果说 这个 美国将来要跟中国 嗯 要进行交往 那你是不是 你还要去找欧洲人 来帮你帮你把 是不是啊 帮你帮你来瞧一瞧啊 那所以说美国又不愿意看到欧洲 跟美国之间啊 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太紧密 专美一拳 那所以说他也觉得说 我必须要 加紧脚步 加紧脚步的来啊 那老师我们能不能这样 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美国要对中国围堵啊 他原来是希望对抗嘛 嗯 创造整个西方国家 然后包围中国 我们能不能把它视为 这是美国对中国 围堵政策的一个 一个失败 或者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 同一趟可能是 我们等一下讲到北约的时候啊 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啊 意思就是说 现在美国呢 他 因为北约也是美国主导的嘛 对 对不对 那北约总共31个国家 主要都是 这个一个加拿大以外 都是欧洲国家 嗯对不对 那是那边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什么呢 这次日本韩国 澳洲 纽西兰的领导人 全都去了 嗯嗯 好了那这样子一弄的话 你是不是把这个北欧的 这个欧洲的势力呢 哎 又拉到这个 亚太来了 是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不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包围圈了嘛 嗯嗯 对不对 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海权势力 对陆权国家 陆权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俄国 一个是中国 是对不对 对于这陆权国家的一个 围堵 包围的一个 统一战线 嗯嗯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有空 我们再来谈一下 意思就是说这个态势啊 美方好像已经把它做出来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说 这么多的国家呢 中方呢 是可以各个击破 拉一打一的 他也有一些调整的方向 对啊 而且这个就是说 因为其实政治跟国际政治 它一样 它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 没错 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策略是 中国跟俄国是躺着 躺着 让你来围堵 那当然你会成功 因为他也在动啊 没错 而且整个国际的局势在变化 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以中国现在经济力的这种 强大的穿透力啊 很多国家是不愿意放弃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没错没错 所以你美国如果一再的去主导 我认为欧洲国家 像老师也对欧洲国家的了解 欧洲国家真的一定会大力 完全配合美国嘛 我认为 国家利益至上 应该是每个国家的特色啦 不可能完全 不可能每个国家都以美国 都是为自己嘛 如果所有的国家 都以美国利益至上的话 那美国大概会成功 那很多的国家 像前阵子不是法国 马克宏也跑到大陆去 所以回去也被骂了 可是我认为说 每一个国家 他生存的依据 所谓的目的就是国家的利益 当然 国家利益优先嘛 这个我想说 这个放出四海而去的 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嘛 对不对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更进一步了 来看看 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情况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欧洲的情况 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情况啊 在拜登上台之前的两个总统 一个小布希 一个这个 这个川普啊 对 他们都没有很重视 因为小布希那个时候就面临到 911 911是2001年啊 对 2001年 美国花了十年反恐 到了2009年 10年 那个时候才回过神来 他说哎呀 怎么这个 东亚地区好像 都跟中国啊 建立了很紧密的这个分工面了 你聋我聋了 你聋我聋了 那所以说美国才提出来了 说我们要重返亚洲 对不对 这个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 那可是那个时候呢 美国又搞了一个次贷危机 对不对 2007 2008 自己 自己 太虚了 然后想 但是因为其实说实在好 东盟跟中国大陆 因为他这种地理因素啊 这种就是很紧密的相靠吧 那有很多的资源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的外移啊 其实是先往东南亚移动 对 那而且中方他因为整个分工链 经济的发展以及他想要 虽然我们都说大陆市场很大 可是很多中国大陆人 他不是说我大陆市场很大 我就在这 他觉得大陆市场太大 但太竞争 所以他们也纷纷 像我过去在金融业哦 你知道吗 做P2P的 做那个脚踏车的 他都想要进军东南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因为进军东南亚 第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优势啦 因为过去东南亚 很多国家是被中国大陆 视为他的繁俗 第二个就是说 东南亚这些国家 当然 我们如果谈到亚非会议啊 就是当时周恩来 还在当总理的时候 他们到什么万隆啊 到印尼的万隆 他们整个共产党的这种 国际外交政策 也有他的一套啊 朋友要多多的 敌人要少少的 那当然整个东协 他也要 谈到刚刚 他也要在自己的国家利益 国家的立场上去发展 他的经济 没错 那完全听美国了 那不是都都都死在一起了 没错 所以说这个状况呢 中方呢 就利用了这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 嗯 就说因为从911开始嘛 就战略机遇期十多年了 一直到川普上来 是 就这段时间呢 啊 这个中方呢 就跟这个东南亚这国家呢 就非常非常的 打得你了 对 建立非常勤力的关系 那这个拜登上来以后呢 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啊 他就接着这个 这个小布希的 这个所谓重返东亚 从来亚洲的这个政策呢 他就继续发展 所以他对这个东南亚国家 啊 表面上讲得很好 结果呢 好像实际上的利益 还是非常有限 他有一次 请了这些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啊 跑到这个华盛顿去 结果呢 他说我给你们一亿美金 你们大家分吗 哈哈哈哈 笑死人啊 啊 就说口袋那么浅 啊 这个让人家感觉 看不起啊 那可是中方在那里扎根很深啊 包括那个一带一路啊 包括你的基础建设啊 什么什么等等 那所以说呢 这些国家呢 他们就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我要左右逢源 意思就是说 我一方面 我跟中国要做好朋友 一方面我跟美国 我也要得罪他 也要做好朋友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安全要靠美国嘛 对不对 因为美国跟在这个地方 有他的这个军事利益 那我经济上啊商贸上我要靠中国啊 那所以他是希望这个左右逢源 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一个竞技场 角力 对就在这个地方角力了 好那这个是这个东亚的情况 好了那我们再稍微讲一点这个 呃欧洲的情况 因为最近啊 最近那个呃北约啊 他才开完了这个所谓的高峰会 嗯啊 那高峰会呢 他里头有几个重点呢 跟我们有关的 我们来提一下啊 第一个他对中国呢 采取了强烈的抨击 嗯嗯啊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这个当然了 他会他去年就开始了 那今年呢又变得加厉 他总共提到中国总共有15次啊 就表示说他非常非常重视 中国的这个角色啊 尤其他觉得中方呢 他在这个政治经济上呢 这个全球扩张啊 尤其呢他也担心啊 中方要提出一套 这个他们自己的 中国的中国式的啊 这种国际秩序啊 这个让欧洲国家呢 很不适之位 他说这国际秩序 应该是我制定的啊 怎么你现在又来搞一套呢 对 这里头有一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形象的啊 就是布林肯 布林肯去年5月 他做了一个中国政策报告 其中有一句话 我要再提一下 他比较了一下 中国跟俄国对美国的 这个威胁啊 他说俄罗斯是怎么回事呢 俄罗斯是 违反规则 嗯 这是俄罗斯 他说中国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是 新定规则 制定规则跟从 违反规则是 这两个差别很大 城市跟定位 就是有点弱样 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形象 是 啊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你俄罗斯 你就打篮球啊 你违反规则 五次我帮你 帮你这个叫什么下场 是 他意思就是说 你只是违反规则 我的规则都还在 嗯啊 将来你如果说 你要重新遵守规则的话 我再把你叫回来 还同意你 还同意你继续打 还继续打 对 可他说中国不是这样 他中国是说 还要搞一套新的规则 要把你这套旧的规则 要驾驭取代的 对要要突破 对 这个符合中国的国策啊 他自己终度创新啊 他在2015年啊 是2015年 那个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习近平就做了一个讲话 嗯啊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我们要建立这个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对不对 这个都很清楚的啊 而且同时他又提出一个叫做 人类共同价值 嗯 那这里面有自由啦 平等啦 和平啦 要发展啦 什么等等等等这些 是啊 其实这个名称啊 都跟西方国家的 这个名称是一样的 啊 没有差异太大 你要自由 我也要自由 你要平等 我要平等 你要人权 我要人权 是 可是他讲了还有一句话 很重要 是说 这些 这个 重要的概念的内容 嗯 是各国制定 他相对 不是只有欧洲那一套 或是欧美那一套 或者美国那一套 不是说让欧美人你说了就算 而现在呢 他觉得呢 是说 你比如说 甲国啊 我认为这样就是自由 那我就是自由 这就是自由 以国认为说 这个符合人权 就是符合人权啊 嗯 不是说你美方 而欧美这些国家啊 他们提出来了 要放出四海而皆准 所以说 这里头就牵涉到 刚刚 布林肯讲的那句话 所以你要重定规则了吧 哈哈 那其实中方这个可能 比较 比较让这些小国接受 当然啊 因为他有一定的这个 当然啊 这小国一听 个性化 小国一听 因为中国跟这些小国呢 或是跟这些亚非拉的国家 都有同一个命运 就是受到 西方国家的 殖民 殖民 压榨 侵略 大家都有 这个感同身受嘛 对不对 都是难兄难弟嘛 共同的历史 那哪像你这个欧洲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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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尤其在一个转利点是什么呢 嗯 是在2008年 9年 20089的 这个 这段时间当中 欧洲又搞了一个欧债危机 对不对 我想你这个很清楚的 都是不负责任的 对啊 就是他们的那些 像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是 对不对 怎么你搞到后来你这个 这个债务都还不清了 对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是谁呢 那个时候是胡锦涛 嗯 胡锦涛呢 带了大把钞票啊 到那边去 当个救火队队长啊 在那边纾困 啊 这个欧洲五国嘛 什么 葡萄牙 希腊 这些 这些都给他纾困了 结果那个时候 很多的观察家就觉得 这个情况有些转变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你中国啊 你还是一个开发中国家 是 同时你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嗯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给人家的观念是说 你这很贫穷的啊 对不对 以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很 都是口袋空空的 是 对不对 尤其你还是这个 开发中国家 你像比如说以前的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有东德啦 有什么波兰 捷克 宣发力啊 什么这些 他们还有一点工业基础啊 对对 原本是根本没有的啊 对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晓得你怎么 如此多金啊 你钱哪来的 所以他们就 这个 想不透了 突破他们的想像 不过这个 呃中国大陆 他对他自己的制度 跟他对他自己的政治 他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中国大陆 没错 他说贫穷不是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 西方国家也应该要 重新去审视 包含我们台湾的社会 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啊 我看过一些大陆的书啊 哎 他们是有使命感的 当然 他是要用社会主义改造世界 他觉得你资本主义太糟糕了 你有欧 有美债有欧债的危机 你在祸害全球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要重新 不是今天要去捧共或舔共 或者去吹捧社会主义 而是要了解社会主义的这一批人 中国大陆这批人 他们也有强大企图心啊 他是要改变世界 用社会主义去改变世界 而且他们还提出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对 第二个 1979 大家都要过好日子 1979年以后呢 这个美国有个人到上海去啊 当时邓小平还拿一张股票送给他 然后告诉那个人说 股市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啊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也要活络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是有企图心 他的这个企图心是建立在他 我不是要去压榨 当然因为美国也会说 你是在压榨这个亚非国家 可是从某种程度啊 我们在大陆这个生活的时候 我有些朋友啊 他是真的跑到非洲去做生意 然后回来带着一些非洲的酒 那他说到那个地方 他们其实说在他到那个地方去繁荣 他说欧美去那边都掠夺啊 对掠夺那个矿材 他说我们中国大陆去那里建设啊 我给他建高铁啊 我给他开马路啊 我给他这个开超市啊 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啊 所以其实 从过去欧美去殖民整个非洲 跟中国大陆现在到非洲去做生意 我想那个本质上 完全不一样 非洲人就是说这些小国的感受 他是不一样的嘛 对对对 当然从刚刚老师讲到这个 有共同被欺负的 他们比较容易 难兇难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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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方便容易走在一起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确实就是说 可能非洲这块战场 大概美国一定是 所以说这样子一弄 好了 我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 布林肯那句话了 嗯嗯嗯嗯 他說你中方的你要新定規則 你要搞個新的 搞個新的 新的如果說你這樣慢慢慢慢 被人家接受了以後 那我舊的怎麼辦啊 那不就我們就垮台了嗎 那所以說他們真的是 相對的非常的憂慮 好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還是有人關注這個主題 好現在我們繼續啊 就我們剛剛講了呢 就說這個在東亞地區啊 這個是一個美中的一個競技場 可是呢歐洲地區呢 是有一些不同的 歐洲地區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 說這次北約搞了一個峰會 那北約搞峰會 那這裡頭有幾個特色呢 就第一個他批評中國 是 非常非常強烈的批判 就說這個中方呢 什麼要推翻以規則為基礎的 這個國際秩序啊等等等等 那可是呢 他說我們在該合作的地方呢 還是要合作的 可是這次我想講了 就是說他特別邀了 日本韓國這個澳洲紐西蘭 是 這個亞太國家也搞在裡頭了 那這個東西就很麻煩 為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現在呢 就開始在磨合 就是萬一將來有一些什麼樣的 軍事行動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北約跟亞太的國家呢 他們有很多的這種標準啦 比如說你通訊的頻率啦 什麼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呢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聯合作戰啦很困難的 對啊你要有很多的這個磨合的過程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做這個磨合的過程 就是萬一將來要聯合軍事行動的時候 然後那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無縫接軌 可是這個當然還有一個過程啊 那所以說這種做法呢 當然就對中方可以說是非常不利的 意思就是你這個聯合了亞太國家 你要對中國呢 當然包括俄羅斯在內 你要對中俄兩國呢要進行圍堵 那這個也就是海權跟陸權的這個 一個進博的一個博弈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我們要講一個是東亞 一個是這個歐洲還有這個亞太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北京現在有一個這個策略是什麼呢 他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在商貿部分咱們盡量開放 比如說你這個葉倫來啊什麼等等啊 以後Romando要來啊都可以談 那尤其是這次的這個葉倫啊這表現很好 所以說這個這塊是可以的 那另外呢就外交 外交當然主要還是這個台灣問題 那這方面啊中方呢就相對的比較保守啊 比較硬啊不能你讓啦 臺灣你們理想都不知道在台獨了啦 對他這個裡頭的這個空間呢就比較小了 是啊這個就是外交方面 而在軍事方面啊中方還是大門一關 跟你不來拒絕往來戶啊 就算你這個布林肯上次去北京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打通這個中美兩國的軍事交流管道啊 所以說軍事交流呢還是放在後頭 可是這一次呢啊這個印尼這個 這個布林肯跟王毅的會議 是不是在這個軍事方面的交流呢 是不是有一些進展還很難說 這裡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是什麼呢 是這個啊中國駐美國的大使啊 最近啊他們有一個這個動作是什麼呢 他跑到這個美國的國防部裡頭去了 這個五角大廈啊跟他裡面的這個中國官員啊 有些接觸是不是說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啊來緩解一下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軍事交流的這種 這種啊凍結的狀況啊這個我們還要觀察 所以說還是很難說的啊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 最新的啊這個國際格局了 那在這種國際格局當然美中之間 他們放出來的訊息呢是說我們希望還是稍微的緩和一點啊 這裡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說因為美國啊現在慢慢慢慢也要進入他的大選季節了 對啊因為他是明年年底11月才選舉 可是呢到明年初大概他們整就從明年初到年底 整年他們都搞選舉 嗯那現在呢還在熱身的啊這種狀況當中 可是他想這個當然是這個美方的擔憂啊 中方當然也了解這個情況啊 他說因為你一選舉啊那雙方之間啊就會啊有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這個語言的啊這個這個對峙交鋒 那這裡頭呢當然中國議題就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而美國這兩大黨啊像民主黨執政啊這個在野黨共和黨 他們可能就會淨香的要打中國牌啊誰打的越有力 可能這個選票就越多有這種觀念 好那這樣子一弄的話可能明年啊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關係啊 要緩和的話呢好像比較困難 那今年的話呢因為還是熱身階段吧選舉的熱身階段 其實萬一明年啊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起碼還有一些互信啊 那所以說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原因啊 那所以說美方呢他也是就是比較急了 可是好那現在我們回到台灣了啊 那回到台灣的話那賴清德講了 賴清德講說什麼啊什麼走進白宮 這個我覺得你今天跟我講的很好 你再說一遍看看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現在的 對美跟對大陸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有點到六神五祖的狀態啊 一方面可能因為賴清德長期 對這兩塊業務並沒有深入 我認為他對美國或對中國大陸的熟悉度都很有限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成熟的政治人物他到大陸去 原則上是不會不會講說我是個台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因為他要洗白啊 不但不講他還要洗白 因為你要去其實這個是他強力的破壞了 跟大陸之間的一種信任的管道 因為你這樣是等於是擺不是擺對方一刀而已啊 你是捅對方一刀啊 因為在中國大陸這種政治非常嚴謹的時空背景下 你到那邊去你先前你要講的話 一定是跟對方有個默契 他才敢邀請你去嘛 結果你去你當場給人家洗臉 最重要的是現在我以我對大陸的了解 現在大陸的整個社台 聽說你是剛剛從北京回來嘛是吧 對從北京回來 你稍微說一說 我認為就是說整體上 因為整個大陸的這個社台的氛圍 就是對賴清德的這種政治的信任度是零啦 所以賴清德還敢說我想跟習近平吃飯 這個是完全是 當然他有可能是講給森綠的聽 他這個是吃豆腐 吃習近平的豆腐 而且這個吃到凍豆腐啦 吃不凍的這個凍豆腐 我認為他不是吃豆腐 是吃到這個凍豆腐 那他對大陸的這個情況的不瞭解 以及跟整個中方的談判的 或者交流一些管道的通通的就是 被他自己給扼殺掉 那對於到走到美國 這不是讓人家更清楚的判斷就是說 美國介入台灣選舉之聲啊 遠遠超乎人民 稍乎民間的想像 你一個總統候選人 當然陳水扁更失格的說 他是美國的軍政府 是美國控制下的一個殖民地 次殖民地 那我想賴清德走的是傳統的 綠營的路線 那我認為這個是對國際現實跟國際政治 就是無知的表現 那柯文哲去嗆他 柯文哲去嗆他說 說他是這個白宮的外傭 我覺得好像沒有比這句話更合適 這個只能說柯文哲真的是 這個國王的心意啦 點破賴清德的盲點 那當然因為在整個選舉的局勢裡面 如果藍白不合啊 可能我們最後選出來的可能就是 就是柯文哲 就是這個賴清德嘛 那以賴清德對中美之間啊 對我們整個 因為我們臺灣的政策一體兩義啦 就我們一體是內政嘛 那兩義是對美跟對大陸的關係 那以賴清德的無知程度 我想賴清德如果選上 可能是臺灣國際政治的大災難 大災難 非常危險的 好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有些媒體就在講了啊 說這個柯文哲 這個啊好像比賴清德還要綠 還要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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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柯文哲曾經講了 他說這個臺灣啊 不只說只要美國來承認啊 他說全世界都應該要承認臺灣啊 好了那這樣子你弄那你這個 你不是這個要不然是一中一臺 要不然是兩個中國 那你這個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吧 對不對那所以我說在這種情況下 那因為這兩位啊他們都可能 都沒有辦法來這個符合當前美中之間 他們想要緩和 當然一方面是博弈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們又有意要緩和一下 這個雙方這種啊非常 帶有帶有博弈性質的啊這種氛圍 那所以說呢在這種情況下呢 那是不是變成侯友宜 反而他的這種所謂的溫和中間路線啊 還比較符合現在最新的美中新形勢 你覺得怎麼樣 那侯友宜搞不好 因為當然因為侯友宜在前面啊 我認為侯友宜前面之所以低迷啊 當然跟今天中午才跟國民黨的一些大佬 在吃飯他們很氣 氣說為什麼這個侯友宜的 這個引發藍軍的焦慮又很氣 很多國民黨體系的人還要換侯 一直有這個換侯的聲音出來 當然有更多聲音就是說 侯友宜的民調之所以老三 當然也有民進黨在操作的過程 那民進黨當然最希望把侯友宜打成老三啊 但是不是從另一個角度反過來 民調能不能被操控呢 那現在侯友宜顯然在整個中美博弈中 侯友宜的路線是比較可以被各方接受的 也就是說侯友宜選上 可能這個風險 從風險的角度啦 風險係數的角度 就是侯友宜上這個風險係數 整個台海的風險係數呢 可以不會往上再升 立刻改善 對可以下降或者是維持維持這個現狀 但一定是比柯文哲跟比侯友宜 比這個賴清德好 那賴清德一當選的話 絕對是整個台海的局勢呢 會更加的詭譎多變 整個這個風險係數馬上飆升 要破表要爆表的感覺 那因為柯文哲雖然說獲得了年輕人的喜歡 但我覺得柯文哲在這種選舉自助裡面呢 他還是佔了便宜啦 就老百姓對柯文哲是比較容忍的啊 比如說別的政治人物講錯話的話 可能就不行了 那柯文哲可以講別人是故啊 上台有一邊心理學的 講心理學文章專門在分析 為什麼柯文哲是這麼德性 為什麼變成這樣 那我想 因為柯文哲的政治性格裡面呢 有一些漂浮不定啦 他可能比較利益的這種取向 一下子反服貌一下子支持服貌 會 也是增加很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看起來以目前中美局勢下的 這個侯永宜呢 他的溫和路線呢 有可能是一經突襲的機會 沒錯 所以說呢 今天我們的結論啊 就是現在啊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東亞的情況啊 講到了這個北約的情況 是啊 這個裡頭有一個差別 就是說在東亞的話呢 這個這一塊地區呢 還並沒有完全被美國所掌控 所以說這個地方 還是美中的一個博弈的這個競技場 可是北約那當然完全是美國了啊 他的這個掌控武了 哎掌控武 那再加上這個日韓澳紐等等 這形成了一個這個包圍圈啊 那所以說這種情況呢 這個在整個的我們總和的來看啊 這個中美的這個關係當中呢 你要這樣子繼續下去的話 那明年因為已經進入要到了競選 美國總統競選的白熱棋了 現在只是熱身而已 那進入白熱棋了以後 好啦 那大家爭相來打中國牌 那這樣子的話 整個對中國的這個關係啊 可能就會有一些啊 這個負面的嚴重的影響 那所以說現在在今年啊 現在這個這段時間當中啊 如果中美之間啊 可以建立相當的互信基礎的話 那這樣子可能還可以比較承受一下啊 明年啊在美國選舉過程當中 所產生對於美中關係的這個殘害 所以說這一點在台灣來講啊 因為我們是明年一月就投票了 對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們剛好是在美中之間 他們想要有意要緩和的啊這種情況下 那所以呢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整個國際的大環境 然後再來決定說我們老百姓啊民眾要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啊 所以說今天我們的結論啊就是在大環境當中看小環境啊 大環境美中台小環境紅藍綠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侯友宜 讓我們感覺到現在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你覺得如何 他說我想一個理性中道的路線啊還是大部分人民的期待 我今天在公園裡面拜票啊 跟一些老百姓啊不要戰爭啊不要戰爭啊 對對對 所以這個我想這個是一個老百姓的第一個焦慮 不要戰爭啊 第二個藍軍的焦慮就是說侯友宜 他如何能夠一軍突襲 那看起來現在好像各方神助 所以內部有一些雜音 對他很高的期待 對有一些亂游還有加油一點 那今天據說啦剛剛中午有一個飯局啊 據說今天晚上啊那個新北市啊 正要在幫侯友宜再辦一場這個加溫的 這個這個造勢的場合 那當然也希望就是說中性理性的力量 能夠在整個台灣的社會 在整個台海能夠讓局勢穩定下來 也許侯友宜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說好那今天我們的這個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非常感謝啊 這個游志斌 游志斌你看他這邊寫了中立戰將 中立戰神 中立戰神因為他選這個中立的這個立委 那所以說大家如果有朋友啊 或是你在那個地區的話呢 就請多多的來支持啊這個年輕人啊 這個年輕有為 而且呢他這個思想純正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值得 我們來加以支持了啊 好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到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啊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 下載中間新聞網app 周周抽機票還有眾多好康 讓你今年夏天好好玩一下 這一波獎品非常豐富 有銀打旅行社提供 日本韓國泰國等旅遊夯利的來回機票 周周抽機票快來試試手氣 下載中間新聞網app參加抽獎 就有機會把免費機票帶回家 還有孩子們最喜歡的奇幻島探索樂園 親子唱完門票 是小朋友暑假放電好去處 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參加抽獎 另外也有米特才藝中心的 樂高機器人流體熊等豐富課程 讓孩子暑假不虛度 從遊戲中學習成長 只要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就有機會抽課程抵用券 以及最近非常熱門的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門票 新北水岸河濱自行車租借優惠券 宜蘭蘇澳立獎衝浪體驗優惠券 以及大家最愛的小七咖啡 這麼多的好康獎項都在中天新聞網app裡 快拿起手機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輸入推薦代碼 任選一個帳號註冊 填寫完資料 來到中天復古樂園戳戳戳戳 豐富獎品等你抽 趕快來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試試好手氣好康抱回家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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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